唐僧有几个徒弟 算上小白龙很多人会说是四个 其实严格来说 在孙悟空之前唐僧还有两个徒弟 当年唐僧为李世民求取真经 李世民给了唐僧很多东西 包括通关文蝶 一匹豪马作为奖励 化缘的紫金钩鱼 两个从者 这里的从者其实就是唐僧的徒弟 原著提到唐僧离开长安到了谷州 在这里唐僧和两个徒弟遇到三个妖怪 分别是老虎鸡 黑熊鸡和野猫鸡 唐僧是指定的取经人命不该绝 所以三个妖怪就把他两个徒弟分着吃了 过程十分残忍 唐僧差点吓死 按理说 这两人也是不畏惊险以形象伯 唐僧取经成功后 也该给这两个徒弟一点名分 可是他见到伙祖时却是只字未提 纵观者不惜游记 每背景的妖怪都会被打死 有背景的都会被西天神佛接走 唐僧一路走来怎就明白了 其由衷的正果不是修出来的 而是佛和菩萨指定的 这两人还是唐僧自作主张收的徒弟 并不是观念菩萨指定的取经人 属于没背景的凡人 只能当临时工 最后落得凄惨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